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是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大概就講這樣 前面是偏後面是斷 然後最後是內文 那我做法 其實我從剛剛的WORD 這個WORD部分Ctrl-C 然後我貼過來的話 其實我大概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貼過來之後 我先把第一欄先刪掉 因為第一欄不需要 然後第二欄 再來的話就是把B跟C拿到前面 所以把B跟C減下 然後放到A的前面 就是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把它調到前面去 記得 並且在第一列的地方 按右鍵 插入一個欄 這個一列 然後上面給欄位名稱 這個欄位名稱分別是什麼 分別是這個欄 就是偏跟斷還有內文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欄寬一點點 再來的話你可以把C欄 先選取之後 我剛剛是做這道A 擴大 主要是這個動作 可能要特別小心 然後呢 再來底下就是空白列 所以你按Ctrl-向下 你會發現 空白的列就會集中在503列 一直到底下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些選起來 當然你如果選的話 一樣 你可以這樣比較快的選法 先選 先把它Ctrl-向下對不對 然後 先選 503列 然後把捲軸移到最下面 再按SHUB鍵把它刪掉 這個後面的那個空白列 那就會被你清掉了 這些這麼多 OK 然後1078列 按右鍵刪除掉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怎麼樣 按照偏跟段排序 排序的話呢 就是先按偏 由小到大 再新增一個段 由小到大 OK 排序 這樣就OK了 不過我後來發現有個錯誤 Ctrl-向下 這邊的話 好像那個 應該是第十偏的第三段 可是它好像 這個地方連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把3 減下來放在這裡 這樣這個錯誤就解決了 OK 然後也許再重新再排序一下 按確定 那這樣就是最後的結果 那剛剛最後呢 我給各位看到的 總共有四個按鈕 一樣 這個程式 其實跟上個禮拜還蠻像的 總共的話就是有四個按鈕 那對應的話就是四個SHUB 所以你如果要產生這四個按鈕的功能 第一個的話請你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這邊有一個 我把它重來一下 這個把它移除 假如沒有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四個SHUB 其實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這四個 你可以把它Ctrl-C OK 第一個 這個上個禮拜有講過啦 所以都差不多 就是先復原在這裡 OK 然後篩選內文 或者你叫查詢內文也可以啦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改 那多一個叫做格式化清除 那所謂的格式化 基本上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要把它的底色改成什麼 OK 那所以如果查詢到的話 把它的底色怎麼樣 改成黃色 黃色的話在RGB 紅綠 紅綠藍其實就是 紅綠藍其實就是黃色啦 然後呢 最後再把它篩 所以就這四段乘4 那最後的話 你可以再增加四個按鈕 不過可能要特別注意 最後呢 因為這個篩選 也會 按鈕會變形 所以記得 如果你不要讓這個按鈕變形的話 記得呢 請你把這個按鈕 選取之後 按右鍵 格式 物件格式的地方 摘要資訊 預設好像會隨大 大小位置隨儲存和改變 記得一定要改成不要 不然的話 你一篩選之後 你按鈕就消失了 因為它已經被隱藏掉了 OK 所以記得改一下 那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篩選內文 就是這個上個禮拜 上個 上個禮拜有講到啦 就是 當我按一下 這個按鍵的時候 它會跳出一個Input Box 有沒有 請輸入關鍵字 那我針對第三欄做查詢 所以給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像我剛剛 查一下這個 均 比如說我想要查均值在哪邊出現過 均值 OK 然後按確定的話 它就幫我把所有的均值 通通出現了 這這麼多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這些資料 收錄起來的話 其實你變成還是要手動 但未來你其實可以 自己 假設你要讓它自動的話 可能要再另外寫一些程式 你可以 那如果你要手動的話 你可以有不要放A1 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你把它Ctrl-C 那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把它貼上 那它就會幫你把所有的均值 通通都收錄到這邊 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改名稱也許要均值 所有的均值都在這裡 那你可以針對 為什麼它裡面有均值的地方 再去做細部的了解 那這樣其實還滿方便的 OK 那總共有幾列 Ctrl向下 總共有88-87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 什麼呢 我想知道小人的話 OK 復原一下 然後再篩選一下小人 然後呢 這個一樣 把它 有不要放A1 Ctrl-Shift向右向下 Ctrl-C 然後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貼上 然後拉寬一點好了 這邊就是小人 所以你們猜猜看到底 論語裡面小人多 還是群子多 那怎麼知道 一樣嗎 Ctrl向下 小人只有23 君子有87 所以這個論語裡面 孔子還是比較喜歡君子 OK 是不是 不過一般人最常講說 那個 孔子有大男人主義 就是這一句話 有沒有 為女子 與小人 難養也 OK 敬之 敬之 應該是不遜吧 遠之 則怨 這個為什麼不遜 是不是版本的關係 這個可能再查一下 這個應該是不遜吧 印象中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可以把 最後其實也可以 怎麼樣 把它復原一下 另外的話 多一個功能 就是 如果我們剛剛是 把藥的部分 留下來 不要的隱藏 但是如果你今天 是要把藥的位置 找出來的話 你可以格式化 比如說我想知道 君子在哪邊出現過 你可以輸入一個君子 那下面的功能 其實是什麼 是把它 用那個什麼 出現過的地方 用黃色底色 把它mark起來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有君子 有君子 它出現的君子 還蠻多的 有沒有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前後文一下 然後你不要的話 清除掉就可以了 OK 這個地方 那小人一樣 這邊你可以打一個小人 OK 當然我們也可以統計一下 君子跟小人 到底哪個多 也可以畫個比例圖 或者畫個枝條圖 那就可以有個 統計資料出現了 我們就知道 原來 在那個論語裡面 君子出現的機率 倒也是多一點 其他還有像 剛剛講的 仁義理智 四端再加一個性好了 OK 那哪個多 哪個少 比例各是多少 也許可以試試看 來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這個部分 那 重點的部分 其實我可以截圖的 我都幾乎截圖到 雲端白板上面了 如果假設 你還有哪些地方 比較沒辦法做出效果來的話 要不就是你踹踹看 用別的方法 反正最後結果就是 第一欄就是偏 第二欄就是斷 第三欄就是內文 然後再把雲端上面有四個SUB貼到模組 當然最好如果可以自己打是最好的 然後建立四個按鈕 記得按鈕一定要把它按右鍵 控制項的格式 記得在要資訊裡面 不隨儲存可改變 不然你一查詢完之後 那個結果就會不見了 OK 試試看